大夫和潘妮正在晒太阳打僵尸 突然时空能量波动异常 大夫已经习以为常了 甚至还有点兴奋 有多少小伙伴能够一眼看出这是哪一关 风平浪静的一天 怎么能不去打打僵尸呢 植物都给我们种好了 僵尸快来吧 超人以前可是从来没有注意过 自己玩过这一关 平安时代的僵尸 植物都给我们选好了 由于超人玩的是小号 所以呢左边的植物都没有 赛前枪出来的植物是三节的 没有解锁的植物连等级都没有标 想必有很多小伙伴已经猜出来这是哪一关了 也有很多小伙伴跟超人一样 以前玩过这一关自己都不记得 不知道的小伙伴呢也没关系 后面就会给你答案 说不定你看完答案之后会跟我一样的反应 啊是这一关 我好像玩过 但是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 很快呢最后一波僵尸 就被消灭掉了 来咯前方高能预警 所有的植物全部被时间虫洞给传走了 时空裂缝把我们从2021年带回到了哪一年呢 不同的世界在眼前飘过2009年 这一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 2009年十多年前呢 有一个叫PVZ的游戏吻事了 看到这里想必很多小伙伴都已经知道答案了 对的欢迎来到回忆之旅 2009年就在玩PVZ的小伙伴过来集合了 让超人看一看 有多少PVZ的真正老玩家 十多年过去了我们还能玩到PVZ2 还是原汁原味的植物大战僵尸 只能说经典就是经典 经久不衰 十多年了还能保持这种热度 刷到这个视频的小伙伴呢 快来和超人一起玩植物大战僵尸2吧 这个夏天植2要与地铁跑酷联动 马上又将迎来植物大战僵尸2的十周年 超人大胆预测 这个夏天也许是入植物大战僵尸2 最好的时候了 好了 看完了回忆之旅的前置关卡 是不是很怀念呢 超人不禁想起了自己曾经是萌新的时候 闯关的样子了 这个夏天我在植2等你们哦